提起2021年度最具票房号赵丽的男星 不少人都会想起吴京或者一阳千玺 毕竟他俩主演的电影《长津湖》已经超过了56亿 距离华语影史最高票房《战狼2》也仅一步之遥 但是央视却公布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 朱亚文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 朱亚文的电视剧成绩十分精彩 主演的《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闯关东》都获得不少好评 而在经典传奇大剧《红高亮》中 他饰演的鱼战敖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将角色阳光、阳刚、炎门儿的特质诠释得淋漓尽致 散发出原始的生命力 而剧中他那一身壮硕的剑字肉 不仅令观众保眼福 周迅饰演的九儿也直言 你有什么值得我喜欢的 那一身剑字肉啊 不过朱亚文的电影成绩也不俗 最近央视发文称 截至目前 朱亚文成为2021年中国演员中 主演电影总票房最高的一位 累计超过81亿 累计票房81亿 朱亚文仅仅用一年的时间 就达到了许多演员一生都难以达到的高度 在今年 他一共有诗人悬崖之上 中国医生长津湖四部电影上映 在这些电影中 他都有上家的表现 电影悬崖之上于4月30日上映 是朱亚文今年和观众见面的第一部作品 在电影中 他饰演的王楚良是一位高材生特工 身为特工 本应冷血无情 但朱亚文却将角色诠释得有血有肉 特别是情侣小兰被带走的时候 他心急如焚的表演 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悬崖之上累计票房突破11.74亿元 成为导演张艺谋职业生涯票房最高的电影 并提名第94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 电影诗人的时代背景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朱亚文在其中饰演一名怀揣着诗人梦的煤矿工人 但他无论怎么努力 也无法真正拉近诗人和煤矿工人职业的距离 在电影中 朱亚文很好诠释出了角色性格中的敏感 极度和自以为是 和宋佳饰演的妻子 也有许多精彩的对手戏 虽然这部电影票房只有100万 但入围了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品质备受肯定 在《中国医生》中 朱亚文又继续延续了《悬崖之上》中的精英气质 饰演一位勇于担当 直爽而自视颇高的广东原恶医疗队医生 在电影中 他对医生和医院的设备都要求极为严苛 看似不近人情 却是为了家属生命健康考虑 最终这部电影中美电影《结晶天使奖》最佳电影 票房也达到13.28亿 目前正在热映的《长津湖》中 朱亚文饰演了七连指导员梅生 不同于其他战士 梅生文武兼备智勇双拳 做事细腻认真谨慎严苛 在对理人员极好 目前这部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56亿 在这些电影中 朱亚文多是戏愤吃重的主角 对票房贡献鞠躬至尾 但即使如此 朱亚文在生活中还是很低调 丝毫没有明星架子 着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演员 朱亚文 朱亚文